师父 你怎么看待 女朋友经常和别的男人聊天 女生除了男朋友 如果还有一直聊天的异性 最终肯定出事 会出什么事 如果女生经常和异性聊天 男朋友就会经常吃醋的问 这谁 谁 谁 对对对 是这样的 可女生总会理直气壮的说 这只是我的一个朋友 或者什么哥哥弟弟 而那位异性朋友则会想 他是不是喜欢我呀 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在一起的 是的 这种情况持续久了 女生觉得男友在无理取闹 男生觉得女生不属本分 彼此的反感积攒到一定程度 就会因受不了对方而分手 而此时 那位异性朋友见他失恋就去安慰 很快 这对狗男女就在一起了 你的头怎么弄成这样 理发店坑然 我气不过 没理完就走了 他怎么控你 我去理发 进门后 一名学徒招呼我坐下 拿起推子给我捣过来两下 然后就去一边玩手机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明白 于是问他 怎么停下来了 他抬头一笑 然后对我说 师父吃饭去了 怕你等不及早掉 所以我先给你来两下 亲爱的 今天你有什么计划 没什么计划 怎么了 你知道圆周率是多少吗 突然问这个干嘛 别废话 知道就告诉我是多少 3.14159265358979 你打我干嘛 这么多数字 你要的都背得下来 今天我生日 你居然记不住 你刚才和谁在聊微信 一个朋友 男的吧 是的 别整天跟这些 不三不死的男人聊天 你怎么这样说话 人家可是正经男人 正经男人一天到晚 忙工作赚钱养家 哪有那闲工夫 跟你聊微信 有空和女人聊微信的男人 都他妈只想骗炮 你说是我重要 还是你妈重要 两个都重要 那要是我和你妈妈吵架 你站哪边 我站旁边 你的脸怎么了 老婆给打的 怎么又闹矛盾了 昨晚亲热的时候 他让我打的屁屁 你打他屁屁 怎么自己受伤呢 当时太投入 用力棍子 一巴掌把他打疼了 亲爱的 现代人的学校里 有各种场 比如篮球场 足球场 排球场 这些都是干嘛用的 顾名思义 篮球场就是打篮球的 足球场就是踢足球的 那排球场就是打排球的咯 是的 一个场地对于一种运动 哇 那现代人太开放了 为什么这么说 他们居然还有操场 师傅 能问你个情感问题吗 什么问题 我现在上了两个人 我该选择哪个 第二个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真的爱第一个 是不可能再喜欢第二个的 你上学的时候 做过最牛逼的事情是什么 因为我的存在 学校修改了校规 这么牛逼啊 你办办了 那学校为你修改了什么校规呢 之前有一条校规是 学校不允许男女同学恋爱 后来因为我 学校领导决定 把男女两次去掉 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 你都劈腿了 还敢问我为什么 我劈腿 那你倒说说我跟谁劈腿了 跟谁我不知道 但你刚刚做了什么 咱们都清楚 你别瞎说啊 万事讲证据 你有证据吗 还需要什么证据啊 你说话的口气 已经出卖了你 你怎么满头大汗 刚才进去厕所了 好险 跑女厕去了 是的 那你怎么出来的 我灵机一动 说自己是女的 人家会信吗 不信 对啊 那你怎么办啊 我就把裤子脱了 给他们看 那不就露馅了吗 没有 重要的部位 被毛盖住了 您平时看电视剧吗 不看 为什么 都是些老套路 看开头就知道结尾 例如呢 例如上床必怀孕 切菜必剁手 不能用勺子喂药的解决办法 必定是嘴对嘴味 所以我给大家看电视剧吗 让我咋一项 你咋一项 咋一项 咋一项